夏逢五一假期又到了踏春的最好时节 国内的朋友们也纷纷来韩国赴春天之约 那么关于春季的韩国 大家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 和大家一起聊聊春季韩国旅游 家瑞你好 你好 你这次来韩国想去什么地方呢 听说这边的汉江公园很有名 所以想来这边踏踏青 对啊 汉江公园是韩国人踏青的首选的地方呢 我已经来韩国留学三年多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呢 好啊 汉江公园顾名思义就是坐落在汉江边上的公园 八十年代 韩国政府按照汉江综合开发计划 在汉江边共修建了十二个公园 总面积达到二百一十万平方米 今天我们首先要去的便是其中人气最旺的 鲁鱼岛汉江公园了 漫步在公园 随处可见嬉戏的孩童 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甜蜜相依的情侣 目光所及之处都充满着幸福和安逸 我经常看综艺节目中介绍这边的拉面好像很有名 是啊 这附近就有 咱们现在就去吃吧 好啊 是的 大家没有听错 我们现在去吃的便是拉面 也许你会很诧异 如此常见的拉面为什么飞到汉江来吃呢 答案便是这台神秘的机器 轻轻按下按钮 不出两三分钟的功夫 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就煮好了 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鸡蛋 芝士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 我们继续来说鲁鱼岛汉江公园 这里受到韩国民众的喜爱 不仅是因为有赏心月木绿草鲜花碧连天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 听说这边晚上也很值得一看 是啊 汉江这边晚上不仅能乘坐游船 看汉江夜景 还可以点份炸鸡和朋友一起 吃吃炸鸡喝喝啤酒聊聊天 是不是很享受呢 那我们晚上要不要也在这儿 今天恐怕不行 我有更好的地方要带你去呢 好啊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叫做鲜游岛公园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惬意 令人向往呢 这里又有哪些好玩的 快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里就是鲜游岛了 这里原来是废水处理厂 现在改成了鲜游岛公园 你到周末很多韩国人都来这里玩 是汉江公园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 我刚刚还看到很多大人给小孩子在这边拍照呢 是啊 韩国的百岁照 周岁照 还有结婚照都经常来这里拍呢 鲜游岛是韩国人的拍摄圣地 也是韩国最早的生态公园 鲜游岛四季美景各有千秋 春天更是郁郁葱葱 花香四溢 引人留恋 鲜游岛内有水智进化院 环境水游戏乐园等景点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水主题公园 另外这里的水生植物园里 生长着许多水生植物 也是游客参与生态教育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好地方哦 如果说白天的汉江公园 彰显着生活的精彩与活力 那么晚上的汉江公园 则到处弥漫着浪漫气息 12个汉江公园中 最佳夜景观赏地 非盘浦汉江公园莫属了 盘浦大桥可是现在世界上 最长的喷水桥 绚乱灯光的照耀下 不断变换的喷泉 唯美浪漫的让人一不开眼 怎么样 跟着我们逛完了汉江公园 是不是对首尔这座时尚都市 又多了一些了解呢 下一期的微视寒流节目 将带大家领略 首尔除了时尚之外的另一面 走进韩国的宫殿 感受古都首尔的魅力